3 2 1 GO 伴随隆隆引擎声 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 台北市文化局长蔡思平 与美国在台协会代表等人手中的市区车 在赛道上冲刺 象征松山文创学员季正式起跑 今年共有超过45所校系 及3000多名学生参展 是新冠疫情结束后 全台最大厂的毕业展 我们号称这个叫青春月 青春月就是所有大专院校 毕业展览在松烟 那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 开始我们有做一个主题周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毕专 分成六大周 所以每一周来都可以看到 不同的内容 比如说像第一周呢 是艺术与时尚 第二周呢 是大众广告跟大众传播 像第三周呢 可能是室内设计啊 然后还有像景观跟建筑等等 所以我相信呢 从5月5号今天开始呢 每个礼拜的五六日一 连续为期六周都可以看到 每个同学的精彩的作品 第一周打头阵呢 是艺术与时尚周 参展学生运用各式 媒材创作作品 也表达心中的想法 像这一处迷雾森林 就希望让参观民众有陪伴的感觉 因为眼睛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嘛 那就是想要大家在看她的时候 可以看着她的眼球 然后好像她很热的在听你讲 或者是有陪伴的感觉 以陶瓷材质做出整面共600片的快塞四季墙 这希望能记录过去 国人与疫情共存的时光 她其实就是讲说 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 已经过了很久 然后上面呢 她都会有写一些日期 其实回望过来 就会发现我们在这段日子里面 已经过了两年三年多了 其实这件作品就是做一个记录 然后把每一个人的一天呢 记录下来 仔细聆听参展学生介绍作品 台北市副市长明一华 肯定学生的创意与热情 也期盼透过学员际鼓励 毕业学生勇敢当冲 迎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你也看到同学们呢 像类似说她可以用疫情 反而让她有更多的 所谓的创意上的发想 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这比我们脑袋灵活非常多 所以其实要多鼓励他们呢 能够赶快勇敢就毕业当冲 能够冲向自己的梦想 能够勇敢去追梦 所以今天来看 这对同学的表现 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美国在台协会文化官 马明媛坦言 自己不喜欢毕业这两个字 他认为毕业不是结束 而是迈向人生的另一个新旅程 而毕业展不只是展现 学生学习的成果 更重要的是动手做 努力实践 负责筹办布置文化大学美术系 第五十六位毕业学生共两百多件作品的蔡新宇也认为 学员际活动对学生作品的曝光及未来生学或就业都有极大的帮助 因为在这个松烟的它人流量蛮大的 就是然后我们这个展场的布置这个状况下 我相信会就是吸引蛮多 不管是画廊或者是业界的一些人们来观展 然后也让同学的作品有曝光 然后除了这个作品曝光之外呢 我们的作品在这边 然后也可以让一些我们 比如说我们如果想要升学一些教授啊 学长姐他们可能看到 也许做推荐或者是 到时候要进去的时候 可能教授对你有印象之类 除了展现学习成果 透过学员际活动 也让各校学生有机会互相交流学习激荡创意 文创园区呢提供学习激的目的 也是要让同样是做这个学系的同学们 除了呈现自己的作品成果之外呢 也可以去跟其他的系所呢做交流 也可以一些观摩 除了师体展出 2023松山文创学习激 也持续与线上展览平台合作 提供学生作品免费上架 并于线上平台展出 突破展览通节与时间的限制 让学生的创作被更多人看见 邀请大家一起来园区观展 为毕业学生加油打气 鼓励这群社会新鲜人勇敢追梦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